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表示会用2680万令吉的资金 真实泰国联号Business Online Public有限公司 简称BOL这间公司的2.65%的股份 以扩展它在泰国市场的整个立足点 CITOS公司也表示 这个交易是通过场外买入在泰国交易所上市的BOL 2174万股 持股量从原本的20%增持到22.65% CITOS这家公司也是在去年10月 也就是2020年10月的时候 买入BOL这间公司的20%的股权 有鉴于此 可那个投行研究就给出了CITOS Digital这家公司1.75%的目标价 可那个投行研究就表示了 CITOS这个数字刚上市不久 就完成了对大马评估机构RAM的4.6%的股权认购 而这一次的BOL收购案呢 无疑是在时间方面呢 取得一个更加积极的惊喜 而这一次的收购价格呢 跟2020财政年的44倍的P Ratio相比呢 还有跟全球的40倍的P Ratio相比呢 其实是一致的 所以可那个投行研究呢 就表示了他们预计呢 收购这个BOL呢 将为CITOS Digital在2021年跟2022的财政年呢 分别贡献大约为650万令吉到780万令吉的整体的Net Profit 可那个投行研究呢 为此就表示了 他们把2021、2022的财政年的核心净率预测呢 分别调高两个百分点还有四个百分点 然而除此之外呢 由于这一次的收购速度呢 比预期的还要来得快 还有CITOS加公司呢 未来也即将进军巨大潜力增长的新领域 就比如说汽车啊 保险啊 房地产等等的领域 这无意让大家呢 还有投资者呢 对于CITOS加公司的未来几年的净力增长呢 大感放心 所以呢 在完成这一次的收购案 也就是收购这个BOL过后呢 可那个投行研究呢 还是预计现金的余额大约为3500万令吉 其中从他们的公开发股IPO筹集到的2180万令吉 将还是会用作于战略性的投资 因此呢 可那个投行研究呢 觉得CITOS加公司呢 其实无需筹集额外的资金来进行下一个投资的 所以综合以上上述呢 可那个投行呢 还是给予超越大势的评级 并把原有的1块4毛钱的目标价提高到了1.75令吉 CITOS这家公司的IPO价格为1.10令吉 从上市到现在的上市平均价呢 为RM1.552令吉 从7月19号到8月9号呢 你们也可以看到它的最高价呢 就在7月19号也就是它的上市的时候呢 全天达到最高1块7毛6 而那个时候的成交量呢 达到了3.6个million之多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它的表现呢 就不如预期了 无论是成交量也好 还有价格都没有在创新高 然而它的价格还是有保持在1令吉50线以上的价位 就算是有那个BOL的那个消息发放出来了 在8月9号的时候呢 它的股价也没有大幅的波动上涨到快7000还是快6000 而且它的成交量呢 也没有大幅的走高 所以呢 其实现在的它呢 是属于着休息期的 也就是没有任何的大浮动 这样的公司对于短期投资者来说呢 是没有很大的吸引力的 作为结尾呢 个人认为 CITOS这家公司呢 是比较适合一些中长期的投资者 毕竟它的短期起伏并不是那么的大 成交量呢 也并不是非常的多 在接下来几个季度呢 个人觉得CITOS的业绩预计会缓慢的成长 所以 已经买入的朋友 耐心等待吧 谢谢大家 如果你喜欢我们这样分享的和介绍的话 请按赞订阅 分享我们的频道 谢谢大家 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天 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股市挣到钱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